欸一個嘛對一個 那個時間也不是讓你這樣子 因為你過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可以過問題 但是過問題就 你說嘛 你說嘛 這樣子可以對嗎 這樣可以嗎 這樣子可以嗎 這樣子可以嗎 這樣太激動了 不用這麼激動 就慢慢講到 我真的想要反向一下 來我們來想一下為什麼演化 剛剛有的東西是因為需要而演化 為什麼演化 我們想為什麼演化 為什麼演化 我覺得你可以跟他兩個問題 為什麼演化 我現在問問什麼針對大家 為什麼演化 等一下 熊安回答一下為什麼演化 呃 就演化 就演化 為什麼演化 那你剛剛看綠圖講到我都聽不懂 綠圖講聽不懂 那你自己講一下 為什麼演化 想想看 為什麼要演化 我就聽不懂演化什麼東西 你剛剛有自己聽他講的東西嗎 有 我很思議 應該怎麼產生演化 怎麼產生突變的 他說演化是因為 持續的突變嘛 其實觀者 觀者他講得很好 他講說演化是持續的突變 他並沒有說每一段都突變 他並沒有這樣講 可是我後面講的那個 但是你講的也沒有錯 他沒有反對 你講的也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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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特別強調說沒有每一段都突變 只是綠圖沒有講出來 綠圖講說演化是持續的突變 對 媽媽他只是說舉個例 他舉例 你不能讓他舉例 不是那一群的突變 然後扣在突變 然後一打一打一打突變 我覺得還有可能會有其他突變進來 我覺得還把這個講清楚很對 我會覺得是突變 你去普通的很好 並不但他講得不好 我沒有說他講得不好 對 你有講得不好 沒有啊 你說你講的都不清楚 對 我是不清楚 我現在講的是突變呢 因為每次的突變 或者是你一個交配的過程 帶進來新的基因 這都是造成演化的現象 演化會是持續的改變 那持續的改變不是每一代都突變 不一定要這樣 但是那是持續的演化的過程 持續突變的過程 持續突變的過程 這樣你清楚了嗎 哪裡 都清楚了還是也不清楚了 其他突變怎麼影響 突變怎麼產生的 突變怎麼產生的 就是演化演化 不是 演化是一個突變的關係 那突變怎麼產生的 突變怎麼產生的 最少 綠圖在解釋的時候 有解釋過一遍了 我們今天在講演化的時候 講突變的時候 講過兩次來三次了 你進來幹嘛 來 試試看看突變怎麼產生的 DNA怎麼樣 寫錯了 寫錯了 複製錯了 美發錯了 美在複製的時候 可能發生它的變異 它才能變化 有時候這樣子 譬如說舉實例 我今天水生的生物 它不小心被擱淺在岸邊 被擱淺在岸邊的時候呢 它還是持續在做細胞分裂 在做繁殖 可是擱淺在岸邊的時候 因為水分不夠 水分不夠 所以它複製的時候 可能因為水分不足的關係 會不會產生突變 有可能吧 這時候突變形成新的生態 新的生意下一代 這些下一代呢 有些 因為突變的關係 有些就死掉了 可是有些突變的結果 反而適應這種水很少的環境 它就適應下來 蛤 有可能就慢慢變成兩棲類 那它慢慢地在經過幾次出現 它出現出新的物種 新的生命就出現 是這樣產生 就慢慢變成這樣演化 所以演化通常沒有目的的 不是因為我有目的 我要形成一個 沒有尾巴的頭子 不是這樣 不是它沒有目的的 那我人類有無法嗎 人類現在講的應該就是 接下來就是生物科技的應用 就是有可能 你可以放進去尾巴的精 你就沒有尾巴 我以後人類都會有機器 對啊 有可能 好 你準備好了嗎 你要先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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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對 換你了 然後裡面還講到 那個就化水文 其他有什麼感覺 有一部手 換成 其實我蠻希望 你的問題要留到最後面 因為你的問題太尖銳 而且你的問題太衝 讓人家在上面 要回應你感到很有情緒 好啦好啦 你的問題都太衝 不單純是這樣子 就說你稍微等他一下 稍微等他一下 稍微等他一下 來 米星說說看 好 來 大家看到螢幕嗎 好 你按空白鍵就可以了 我等一下講 來 過來再直接移過去 移過去嘛 移過去嘛 移過去 來 按空白鍵就可以了 好 來 米星講生活科技的部分 來 米星好好講 對 米星 請問你放張皮靈可以 為什麼要放張皮靈 我放張皮靈 我放張皮靈 就是因為 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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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屁喔 來 各位 這個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孟山菇的那個 雞崗的那個 種子 然後呢 這裡面就有幾個 國家的例子 就這樣 怎麼樣在講啊 你不能都叫大家看用講 後面講 OK 然後呢 還有 機感可以進去 前腳 機感的同步 然後 這道 就這樣 然後呢 定規的例子 然後 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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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講的那個東西呢 就去那邊賣的那個 總之就是那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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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呢就是我剛才前面的 去那個 賣的東西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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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個 慢慢講 就一直跟那個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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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然後呢 然後呢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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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能就必須要 可能需要帶同 或者是怎樣 所以 我問一下 請問持續的支付 持續的化學能量費 那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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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我前面講的那個公司 都不知道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呢就是因為他的 就是因為他的種子 因為需要 需要 需要 撒一些特定的 然後它才能成長之類的 所以那個種子是那家公司 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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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因為前面 他們就一直在 他們的東西 跟他們說很好的 商城之類的 然後 然後 農民就可能 很容易 可以等下去買了 OK 我懂 然後 然後 他們就要看看 能不能應付 他們的生活費之類的 然後呢 就是這樣 好 好 就這樣 你先進去 來 來 這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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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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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很水不公益的地方 然後還大力 會消他們莫花 不過他們莫花是需要很多水 所以呢 所以說你是不是需要有那些灌溉設備 不過農民就是買物品那些很安慰的灌溉設備 然後呢 所以呢是 可能那家公司在 就是比較不常下雨的地方 然後推管他們的種子 不過他們的種子需要很多 然後他還在 光光光光光光 沒有什麼關係 他現在講這是生物科技的應用 對對對 所以呢就是 因為沒有無蠢 所以那些農民都要去買灌溉設備 來讓他們的種子長大什麼關係 所以呢 電家公司在 最一樣那些灌溉設備是電家公司推的對不對 好 OK 看 然後呢 總的就是沒有人被壓榨 對對對 可以 哇那東西好沒劇喔 果然是怎麼做出來就好 你不要吵 來繼續 繼續 你不要看著我 你不要看著我 你趕快把他講完 那個 你已經講完了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就一樣 然後呢 他就一樣在那個 高中 就是印尼大的廣告說什麼 然後現在這裡有什麼東西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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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呢 那些人 他就說 他就不去 他就不適合當地也去傳 然後呢 我們裡面說什麼可能就很少 之類的吧 好 好 我先去製造成新城 然後 好 好 先來 先來 好 你去選 你去選 好 你去選 你去選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 嗯 然後呢 那就是從這個公司記錄的 那個公司公司 然後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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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然後呢 可能就是他 阿根廷就賣那個總仔 對阿根廷 然後阿根廷 阿根廷就 他可能就 阿根廷 他又可能是產業 然後呢 阿根廷就變成打鬥的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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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有講說 他們就有很多農藥罐 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呢 因為很久很久 你只能用那些農藥罐 河水 然後可能就會有一些農藥材料 然後就有可能倒進一些幾瓶 所以你遞彈到這個 就是那樣 嗯 所以是 那孟三的總子 就 這家紀錄阿根廷之後呢 那 阿根廷變成了 世界上最大的那個大豆生產國家 對 然後 那這個 就會有一大堆農藥的空管 那因為他沒有限制農藥的使用量 所以大豆 棉花跟玉米 就是 會使用大豆的農藥 所以就被污染加圓 所以 教室他飲用水 就被農藥給污染 然後後面我那個叫什麼 農藥瓶沉水 還會那個 污染的湯頭 就是他們因為很窮 很多 小孩子就隨便拿個瓶子 就去裝水喝了 湯頭 因為藥劑裡面有農藥的常有污染 所以就是他們喝到農藥 所以他們就可以 就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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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打打打 OK 好 就是那個農藥的污染 造成他皮膚啊 或什麼樣產生病變 好 下一個繼續講 再來再來 你剛剛這一個 OK 對 就是 各 就是 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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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就沒辦法在一起講話 然後呢 然後傳統的女兒可能就消失了 雨姬你腳就換下一張 你要騎在這邊幹嘛 要接著往下起來 你為什麼要停下來 拜拜 剛才是不是忘了講出來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也是傳亮增加 然後旁邊放著這個 就是傳很多木瓜的照片 然後呢 改造的木瓜可以 然後就可以傳亮很多 就不太會咬 然後也不太會死掉 OK 好 是只有一隻傳就是 是不是沒有什麼 妳兩個的照片 然後呢 現在是可以減少病毒 那體上有 累得基因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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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可以很少 所以他能產量 就他肥肥肥肥肥肥肥很多 就不太會爛掉 OK 對 所以都可以回糖尿病 我們等一下再講 等一下再考慮 來 讓餅姨講 然後這一條就看 新疆就是可以抑制糖尿病 或者可以抑制 抑制的疫苗 然後旁邊這個 我就是在糖尿病等 然後呢 有些人會來用生物科技 當然有些人會用在醫療 用不獲的農業 然後旁邊這個是 藝術的矯片 好 我們要謝謝秉信 這是秉信講話的習慣 秉信慢慢下去 大家要嘗試的 同學 這每個歌 因為我第一次講話 也是這樣直接巴巴 或者是會贅屬的歌 然後一直然後 我覺得我跟觀眾一起解釋 這個東西到底不行 所以你可以講 然後我覺得 你可以把它講 然後我覺得有些不合 我想像這樣 所以你可以先講 所以我先講應該什麼 當然咯 我覺得你可以先補充一下 對啊 但是這厲害 看我挑戰你的 當然是 這修意 我要挑戰修意 好啦 我來進去 這幹嘛啦 我來進去 你們兩個 所以我覺得很好笑 好 簡單來講 什麼是生物科技 我 你說 生物科技就是 它會把那個基因 就是基因的東西 丟到生物裡面 不管是植物還是動物 丟進去以後 什麼叫做基因的東西 丟進生物裡面 生物裡面沒有基因 將它的基因改造 怎麼樣改造 改造成可能 就像他剛剛說的 對 害蟲有抗體 對 那個 細菌有抗體 就是不容易損壞 而且呢 產量可以增加很多 抗體怎麼找到的 同學 從其他隻 從其他隻 從其他那個植物上面 為什麼其他植物有這種 抗體 或者有這種基因 因為沒有植物都不一樣 它有可能可以抵抗 這種細菌或抵抗有蟲子 然後把它的基因 丟到這個植物裡面 它就可以抵抗那種蟲子 對 就是把它的基因丟進去 也可以從它裡面改造 對 其實簡單來講 同學 星星 星星喔 怎麼樣做呢 它會去找 譬如我現在種玉米 玉米有這種蟲 它會去找這種蟲 什麼植物它不吃 就是找那種不吃 它不吃的那種植物裡面 就把它的基因攤開來看 是什麼樣的基因 導致這個蟲不吃它 就把這個基因 植到我們這個玉米的基因裡面去 怎麼植呢 通常來講 它是類似用 剪貼附上的意思 剪貼附製的意思 我把它剪下來 複製到那個 玉米的基因 你知道基因是不是常列嗎 雙螺旋長列嗎 它中間某一段 那一段就代表的是 影響我們那個 是不是會被這種蟲吃的那種特徵 那個很複雜 那個非常小的基因 可能高倍率的基因 但是植出來 做出來這種新的基因之後 做出來之後 這新的品種 它就可以抵抗這種蟲的蟲害 好 那剛剛秉晴講的部分 有一點點小矛盾的地方 我也不太懂 這秉晴可能要回去研究一下 因為假設我種出來的 我應該基因改造出來的 種子 理論上種出來 應該不會怕病蟲害啊 我比較減少病蟲害 我才可以大量生長 我剛才把意思 就是說那個 那個 那個 可以把那個 可以把那個 種子 改 還需要用他們的農藥 才能生長 OK 那他是另外一種 他是另外一種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是農夫 為什麼要買他的種子 我買他的種子 因為農夫不知道 因為農夫不知道 那農夫不知道 他 那我可以用 譬如我養一次 種的不好 我要花很多錢 我第二次的種子 原來很大 不過 不過 就是因為 有太多的種子 去買那些種子 所以就導致傳統的種子 幾乎買不到 所以種子 就找不到傳統的種子 應該沒有這麼容易 譬如說我今天種稻米也是一樣 我不會 通常來講 不會吃四種那麼多 假設我現在第二這麼大 你跟我講說 這個稻米很好 我會先種一部分 不會全部都改掉 料休息 這是要看非休啊 對對對 通常不會這樣 不會這麼大膽 有 來 我們這個不只能 就是這麼了不起 我的蛋都最不好喔 好蠢重 沒有沒有 沒有 好 OK 所以生物科技 基本上就在做基因的改造 那基因的改造 到底有什麼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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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量 產量怎麼樣 產量變大 像我們現在 所以你知道嗎 他講那麼多 不知道他總結不是壓榨 壓榨是前面他講的壞處 但是 孟山多的壓榨 應該不只是 不是這樣簡單的一個因果關係 他應該跟祖達人 他只會在講那個 那些殺了種片的 那種感覺 我聽到那個 什麼基因改造 對對對 沒有講到 所以我現在問你們 我們現在回來討論 秉信 秉信 沒關係 這個 他們是講說 他們沒有經驗 是因為 我們今天找到的東西 也許有時候跟真正的結果有點偏長 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再去學習 生物科技 當初發展生物科技的優點 好處 只是想找到方法去解決那些 有病同害啊 有產量不夠多啊 要解決這些問題 那實際上這些物品有沒有被改 有沒有被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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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經驗改造 產生出很大量的 便宜的農作物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啊 玉米喔 還有大豆 這些很多國家的主要食品 像台灣大豆也很有用 大豆用的量也很大 我們大豆用來做什麼 大豆油 還有咧 醬油 還有咧 豆漿 還有咧 豆花 豆干 這些都是大豆做的 都是黃豆 像我每天喝豆漿啊 這裡面都有大豆的 豆花也是 所以大豆是我們生活的必需品 也是一樣的 必需品 那我是有兩個大 我是年輕人 年輕人 年輕人 但是大部分的人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 每天基本上都會負責 50S 我都會吃到 我說百分之八的人都會吃到 每天都會吃到 對啊 那它是我們營養品的來源之一 所以 那因為它是必需品之一 所以你會用的量很大 用的量很大 如果它很貴的話 就會難到我的生活 因為假設我薪水不高 我用的量很大 我就會受不了 所以你希望它便宜一點 怎麼讓它便宜一點 產量大 所以它想辦法讓它做出來的 第一個 可能每一顆都這麼大顆 黃豆變這麼大顆 那產量就變大顆 或者是 那我再做更大顆一點 那它可能產量就很大了 那個生產量就很大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就是讓它減少病童汗 因為病童汗會影響到產出 我今天這個大豆生病了 我是產不出大豆了 所以我想要讓這個病童汗減少 所以這些東西都從基因感上去助力 你們現在有在參與討論嗎 現在在各做各的事情 對 不是這樣不是這樣 對 沒關係 我們下課 寫作業 今天就不上課了 你們大家都不想聽課就寫作業